关于国外回来的人群 会不会给我们造成一个二次的疫情 事实上呢 中国在国外的输入 做的防备工作是非常好的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海关的一个筛检 隔离工作做的非常到位 第二个呢就是社区的反控 第三呢 我们现在各地都加强了 整个的医院的发热门诊 跟发热的烧点门诊的建设 我觉得这几点 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 输入现在的疫情 在我们的一些 对目前的一个可预计的情况下面 我认为的它的控制 应该比我们第一波控制武汉的疫情 要容易的多 所以尽管我们大家现在 面临着一些输入性的风险 但是对于这个风险的一个可控性 我相信中国是有把握的